我們再來看一下除了某課室還有哪些學習資源 事實上真的還蠻多的 首先第一個跟我們那個高職比較有關的是勞動力發展數學平台 可能應該有些老師就有去過對不對 因為上面有很多我們高職相關的課程 其實也不錯啊 有些課程我覺得蠻好的 像餐飲類的或者是那個美容美髮 這個都有 那中小企業網目大學校有沒有老師有去過 不要看到中小企業就說那不是我們的 你一樣有納稅好嗎 上面有很多課程 那另外這個台北一大 台北一大也是 所以我們先看幾個給老師參考一下 您可以從這個一樣在任務裡面 可以從這邊你往下走 有沒有其他學習應該知道的這個任務裡面打開 就是不是這個 應該是 糟糕我沒有把它放在那裡面 好吧我沒有放在那裡我直接用 搜尋一下好了齁 像這個中小企業 看到的網路大學 點進去 一樣有數位學習 有無障礙課程有沒有 好那其實你可以回到那首頁啦 首頁應該會比較多 對這才是標準的 您可以看有學院的課程 看您是要看財務金融的綜合知識資訊的行銷流通 有沒有都在上面 那你也可以看主題式的學習 主題式的知能學程 這樣都可以 所以比如說我們看這個綜合知識的 您就可以看到全部課程裡面 這麼多 一樣還是要註冊 找到之後 裡面就有 問題分析 有沒有 你要先加入一下 先加入一下 那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學習資源 好學習資源 那另外有一個呢 比較特殊一點的 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在我們首頁下面這裡 請問 這個要量 這就是 好學 好學 對 各位台語還不錯 但是呢 如果你 用羅馬拼音的 你就會很奇怪 好學 哈哈 對不對 好學 因為 台語有七音 應該講是八音 對不對 對啊 但是因為用羅馬拼音 就沒有那個音 所以你就拼起來怪怪 那這個是前兩年開始 在台灣的一個 課程募資的平台 老師應該有聽過很多募資平台 對吧 但是課程募資應該比較沒有聽到 台灣目前有 大概應該是兩三個這種課程的 但是以這個 算是經營的最好 以這個算經營的最好 那這裡面呢 比較特殊就是 欸你可以來這邊怎麼樣 許願 許願 許願是怎麼一點 你可以來許願啊 比如說你想學什麼 如果超過五十個人跟你一樣的需求 他就會幫你找老師來開課 對啊 你能去連署 現在不是跟他抗議連署而已 哈哈哈哈 要學東西也可以連署啊 那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你也可以說我要開課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不知道這種 想學的很多還少 我就來課程募資一下 你看 你可以先募資中對不對 啊你可以 他可能有預購價啊 比較便宜 再來如果募資成功 你就可以真正的開始 把所有課程都準備好 也就是說你在做募資的時候 你準備什麼 幾堂課就好了嘛 因為萬一沒有人要來上的話 或開不成功 你也不用說我全部準備完啊 這樣了解嗎 這樣是比較有點風險嗎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我們往下走 募資中有沒有 他說 他預計 他上面會寫 有的會這邊 因為這個已經超過了嘛 就是一百四十四了 表示已經達標了 那這個五十個人 現在已經超過一半了 欸就可以繼續 反正他有個天數嘛 就是多少天以內能不能達成 如果達成就可以開課 那如果你是直接要開課的 當然也可以啦 就沒有這個困擾的 沒有資金問題 或沒有內容問題的 所以你看他線上課程 不是只有電腦類的 還有很多像生活藝術啦 有沒有 你看這個高霸告 所以這邊也可以上課啊 為什麼不行 那你會發現 每個點進去之後呢 他都一樣 因為現在 課程開課有沒有很競爭 有 所以說 一定會有一個這樣的簡介 然後會有試看的影片 那你又可以看他的標題 看他的內容 有沒有 是你要的 這樣你花錢 有沒有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就是揭露資訊比較多 你也比較 覺得說 嗯 我會先看一點點了解一下說 這是不是真的 是我要的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好好 蠻特殊的啦 台灣之光 像台灣的一個木製的平台 那你說對岸全世界有沒有其他這種課程 當然有 只是這是台灣的這樣子而已 因為台灣的這個部分相對少比較多 應該說能夠介紹有多多啦 課程的部分 那除了這幾個以外呢 其實事實上 我們剛剛在看這邊 還有像這個VoiceTube 可能老師就比較常接觸過了 這學英文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用YouTube來學習英文 那像這個BBC也有英文的教學的中文網站 那這個都可以去看一下 OK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